巴黎封城前一天,地铁实拍 人头攒动,没有人戴口罩 巴黎封城第一天 今天这个Vlog想跟大家更新一下近况 大家都知道现在欧洲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法国目前是排名第三,也算是重灾区了 周四晚上马克龙宣布关闭法国所有的学校 于是法国人就开始狂欢了 这不刚过一天吗,黄马甲们又出来了 大家可以想象,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戴口罩 看到这种镜头,我真的是替他们捏一把冷汗 然后昨天晚上法国总理就宣布 从明天开始关闭所有餐厅,咖啡馆,电影院等等 这些非生活必需的场所 欧洲和深耕边境关闭 所有出入进行班取消 所有公司进行远程工作 国家将征用酒店和出租车 然后关于出行的问题 每个人都必须待在家里面 只有在以下四种情况下才可以出门 工作需要 购买生活必需品 医疗需要 锻炼身体或遛狗 最最重要的是出门必须随身携带 出门证明 否则被查到就是38到135欧元不等的罚款 大家可以在网上下载官方的出门证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填好就可以了 跟我一样家里没有打印机的小朋友 用手抄也是可以的 说到生活必需品 其实前几天法国人就开始囤货了 你们看看这架势 而我就比较厉害了 我直接在网上下单 来给你们看看我的库存 这边都是大米 然后这边超多罐头 因为柜子里面放不下了 所以就把剩下的罐头全部都放在这边 然后这些都是蔬菜罐头 还有一些水果鸡蛋 这些都是面条 意大利面 还有这个是荞麦面 这些应该够我吃两个月了吧 还有桌子上这一大堆 还囤了很多水 再给你们看看我给我们家猫臀的 然后这个柜子里面 这个下面这一层 全部都是给我家猫臀的 这个是猫粮 还有一些罐头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也够它吃三个月了吧 其实吧 真不多 我觉得我臀少了 所以我今天要去超市再买一点 顺便带大家看看法国超市 现在还剩什么 来拿出我心爱的口罩 这些口罩可真的是来之不一啊 法国现在根本买不到口罩 因为卫生部规定买口罩 要医生开处方 等于就是说医生证明你生病了 你才有资格买口罩 其实法国政府从始至终都在强调 健康的人戴口罩没有用 口罩是生病了以后才戴的 我昨天还收到了 我住的这个区的区政府寄来的信 你看上面写了 预防病毒的四个正确做法 勤洗手 咳嗽或者打喷嚏 要用手肘挡住 纸巾用过一次就要扔掉 最后一条 Porté un masque quand on est malade 生病以后再戴口罩 你看看他们到现在 到这个节骨眼上了 还不知道悬崖勒马 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国戴口罩 走去超市 这个出门证千万不能忘了 要随身携带 不然就是罚款135欧 现在大型超市不太敢去 人太多了 而且又远 咱们就近原则 就我家附近这个超市逛逛得了 我的妈呀 我从来没见过进超市还要排队的 要不咱换一家看看 我怎么觉得换了一家人 比刚才那家还多呢 这里原来是意大利面的柜台 基本上全空了 对面的水果也是空了一大半 这边是大米柜台 基本上就剩下这几包了 哎 这边好像还剩下那么一点 这边原来卖的是啥我都不知道 现在买东西都是看到什么你就拿什么 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饼干还剩下那么一点 面包也基本上都空了 这位大哥你买这么多水是要去拯救矿泉水公主吗 这下我真的可以闭关修炼了 其实最近国内的亲戚朋友都在说 欧洲现在这么危险 实在不行就回国币一阵子吧 然后吧我就看了一眼回国的机票 就不看不要紧 一看差点没吓死 巴黎直飞北京的机票 已经飙到4万人民币了 这平时也就四五千吧 哎呦 做不起做不起 最后的最后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小伙伴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的度过这一节 然后呢 也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Salud